11月9日 由著名钢琴家教育家柴琼炎博士 率领其创办的《非思乐音乐教育旗下豪华教师队伍》 带来的《非思乐钢琴秀》在上海奏响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清觉盛宴 而就在不久前 《非思乐音乐教育旗下的学员》 刚刚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音乐会 并赢得满堂喝彩 据悉此次钢琴秀的表演嘉宾 全部是《非思乐音乐教育的授课教师》 比如《非思乐音乐教育创始人》 曾在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 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深造的柴琼炎博士 华沙当代音乐比赛获奖者 《非思乐音乐教育联合创始人》 布兰钢琴家彼得·托马斯先生等的作品 在他们的演绎下 让现场观众大饱耳福 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 柴琼炎现场弹奏的多媒体作品《之音》 柴琼炎在台上演奏钢琴 大屏幕上则有人在挥墨写书法 和舟乐奏等字书写得快慢 随着柴琼炎弹琴的节奏而改变 台下观众无不叹为观止 在八年的诞弦期间 我们《非思乐》的同学们 获得了非常多的好成绩 有一百多个国际比赛的大奖获得者们 经常在卡内奇亚、萨尔斯巴、维也纳等地方开音乐会 我们的同学们已经都是小小演奏家们了 我非常自豪 我非常自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